巷子里的路旁停了好几部车 不过最近这些车主相当无奈 因为 他们陆续接到警方开出的罚单 理由是在显有妨碍他车通行处所停车 但车主气愤表示 因为附近停车位不足 只能停在巷子里 竟然还被罚 法规的执行不正常 让百姓没有可以依据 然后到处躲 那不就是教育百姓做贼吗 那以前我放了二十几年也没有事 今天就听说有专门去检击的人 仔细看 巷子路旁有白线 因为车身超出白线占据车道 导致其他车辆被迫跨越双簧线 进入对向车道 就算是违规停车 空间就会比较小一点 我们自己会小心 有车主质疑 同一条巷子 为什么把车停在煤化线的路段 就不会被罚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他就开到这边来了 警方强调 即使道路没有边线 但车辆停放的位置限缩路幅 导致他车被迫跨到对向车道 同样算违规停车 要处六百到一千两百元罚还 无论有路面边线 占用车道停车将造成车道的限缩 会造成用路人的安全 警方连续开出五十八张罚单 当地车主哀红遍野 他们希望县府能降低附近收费停车场的收费标准 既能让他们愿意把车移到停车场 也能解决向道违顶的问题 华世新闻网站许一伟红沙青 杨丽报导